我叫Peppa 而他就是我弟弟George 他就是豬太太 他是豬先生 我是Peppa 豬BB Peppa和George去探望她的堂姐Chloe 今天除了會看到Chloe之外 還會看到你們的堂弟弟 Peppa和家人來到Chloe的家 好嗎? 大家好嗎? Peppa,George好嗎? 他是Chloe 是Peppa和George的堂姐 我們的堂弟弟在哪裡? 這個BB就是你們的堂弟 這個堂弟弟是一隻很小的豬BB 他真的很可愛 他是不是BB女兒? 不是,他是男孩 他是女孩就好了 我也是這樣 George,很開心 豬BB是男孩 恐龍 我想BB太小了 他應該玩不到恐龍 George,BB其實不是想跟你玩 他是想跟我玩才對 Peppa,BB太小了 他玩不到球 如果BB現在玩不到恐龍 又玩不到球 那他會做什麼? 他會吃,還有睡覺 還有會這樣 八娘,我可不可以抱一下BB 可以,只要你小心一點 你就可以抱Alexander Alexander 這是他的名字 Alexander BB 豬BB的名字很有份量 他挺乖 男孩來說算是這樣的 是甚麼味道 可能是時候要幫Alexander換尿片 真的很噁心 Peppa,你還是BB的時候 都一樣鴨尿片 我沒有 媽媽,我可以和Peppa和George去花園玩 好 Cloe,現在有個BB弟弟是不是很開心 是呀,Alexander很可愛 我也希望George是一隻很可愛的GBB 有辦法 因為George他可以扮GBB 坐在玩具BB車就可以了 這只要好好 不用 George,不想做BB George,如果你願意扮BB 我知道,我答應你 我以後都會對你好好的 George在考慮 我所有玩具你也可以玩 George還在考慮 我們一回到家 你就可以玩我的玩具 George,有決定了 你這隻GBB真的非常可愛 原來Candy,Rebecca,Susi和Zoe來了 好嗎 為甚麼George坐在玩具BB車 他不是George 他其實是GBB GOO 但他明明是George George,其實在這裡扮GBB 哦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是女生 不是 George不想做BB女 好,他是男生 我這裡有一些曲奇餅 不知道GBB想不想吃一塊 哦,不用 他不能吃曲奇餅 George最喜歡吃曲奇餅 或者他可以吃一塊曲奇餅 GOO 他很聰明 他還很帥 他真的很可愛 而且他還是最厲害的GBB George,喜歡這個遊戲 好可愛 朱伯娘來了 還帶了BB 阿力桑德來 嘩 一個真真正直的BB來了 哈哈 這個BB好可愛 他比George好可愛多 好可愛 糟了 George想做一隻豬BB 哦 George 你什麼時候都是我的豬BB 是時候玩過一個新遊戲 不如你過來玩追恐龍遊戲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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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喜歡做豬BB 但他更加喜歡做George 哈哈哈哈 踩單車 踩單車 今天天氣很好 陽光普照 Peppa和George在這裡吃早餐 今天就最適合出去踩單車的了 出去踩單車? 好耶 Peppa和George最喜歡踩單車 哈哈 Peppa有自己的單車 George都有自己的單車 朱先生和朱太太都有他們的雙座位單車 是什麼來的? 是我和媽媽的單車 哈哈 一會兒我會坐前面 而媽媽就會坐在後面 我們還可以放兩個座位在後面 讓Peppa和George坐 但是我和George想踩自己的單車 現在George還很小 他雙腳踩踩會很累的 我已經長大了 所以我不覺得累的 這次踩的路程很遠的 你肯定? 是呀,爸爸,我肯定 那好吧,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爸爸 就這樣出發 好 我比你們快 Peppa,我們不是比賽 這次只是輕鬆地踩單車 我知道了,爸爸 不過我還是比你們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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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比你快 哈哈 哈哈 我不喜歡踩單車上山 Peppa,我們贏了 爸爸,你沒有贏 因為我剛才不是跟你比賽 但是現在是 哈哈,追我不了 哈哈 哈哈 你這隻小豬很尷尬 哈哈 鴨仔好猛 我們今天出來踩單車 哈哈 鴨仔好猛 鴨仔好猛 差點忘了我以前很喜歡踩單車 差點忘了我以前很討厭踩上山 現在這條路變得越來越斜 哇,我不喜歡踩上山的路 踩單車 但是周圍的風景,你看看多漂亮 哎呀,這次糟了 真是踩得很辛苦 對了,媽媽 你也沒有幫忙踩的 哈哈哈 對不起,爸爸 我還顧著看風景 哈哈哈 哈哈哈 Pepa和家人已經到了山頂了 哈哈哈 Pepa所有的朋友都在 Pepa,你好嗎 好嗎 我們打算進行一次單車比賽 Pepa,你要不要一起比賽 好啊 如果是鬥快踩下山,我就參加 好啊 Pepa和她的朋友鬥快踩下山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當我一響鞍,你們就可以開始了 好像這樣 Petro,太早起步了 Petro,停啊 比賽還沒開始的 朱先生,對不起 我剛才只是讓你們知道 這個鞍響的聲音是這樣的 嘩 起步了 Petro,對不起 這次原來是我做得不好 接下來我一響鞍的時候 你就可以起步了 他是不是會起步啊 我想是 起步了 起步了 Pepa,快點去吧 但是,Daddy 你剛才沒有響鞍 現在Danny領先 等我啊 嘩 我贏了 Pepa,快點來 謝謝 我最擅長就是踩單車下山的 好 Pepa的朋友,時間回家了 再見,Pepa 再見 Pepa,我們時間回家了 媽媽 現在我很累 我剛才踩單車上山下山踩了這麼久 令我雙腳現在很累 讓我坐你們的單車 如果是這樣,Daddy坐哪裡 Daddy可以踩我的單車 他很舒服 好,那好吧 我喜歡雙座位單車 Daddy,你喜歡我的單車嗎 喜歡啊,Pepa 好舒服啊 哈哈哈哈 雞弟 Pepa和George來到豬爺爺的花園 他們要去樹屋玩啊 Pepa和George很喜歡他們的樹屋 Pepa和George的朋友來了 有Soy,Sussie,Rebecca和Richard 我很喜歡你們的樹屋啊,Pepa 可以進來嗎 可以啊 哈哈 就這樣,現在我們可以開茶會了 哈哈哈哈 Pepa和George來了 Pepa和George來了 好啊,Pepa 我們可以進來嗎 對不起,Danny 只有女生才可以進來這間屋 因為那些男生會很吵 他們經常都會破壞茶會 但George和Richard都是男生 哈哈哈哈 哦,對呀 George,對不起 現在這間樹屋只讓女生進去 Pepa和George 發生什麼事啊 那些女生不讓我們進去樹屋玩啊 嘩,很不公平啊 噢噢噢噢,我想我幫到你們 跟我來吧 現在我們幾個可以靜靜地在這間茶會了 哈哈哈哈 什麼事這麼吵啊 好啊 你們幾個男生現在可以有自己的吊橋基地了 進去吧 哈哈哈哈 是在城堡啊 謝謝你啊,朱爺爺 我們可以進來嗎 不行,這是男生的基地 只是讓男生進來 但是我很喜歡城堡啊 其實城堡根本就不及樹屋那麼好 女生跟我來吧 我是城堡的皇帝 哈哈哈哈 每個城堡都需要一枝旗啊 嘩,看看,他們有枝旗啊 我們不需要這麼幼稚的旗啊 珠媽媽來了 小女兒好嘛,有沒有什麼需要啊 一枝旗啊,麻煩 而且一定要比男生的旗的旗的 讓我看看我可以做什麼 我是城堡的皇帝 齁齁齁 每座城堡都需要一個電話的 拿著吧 只要你握緊這條繩子 就可以跟男生說話的了 我們不想跟男生說話 我們不想跟女生說話 珠媽媽找到一枝旗給女生的基地用 這條裙造旗應該很漂亮 謝謝媽媽 我覺得都比不上男生的那枝旗啊 我想進城堡裡面啊 童話故事的公主住在城堡裡 如果我是童話故事的公主 我就會住在樹屋裡面了 我們可以過來嗎 麻煩啊 都可以的 除非你說城堡是最好的 他是最好的 但是我還寧願留在樹屋裡 我真的很喜歡城堡啊 糟了,下雨了 不,我永遠不會離開我的城堡啊 停了雨了 George發現了一個泥桶 看來很好玩啊 哈哈哈哈 我是不會離開我的城堡啊 我不會離開我的樹屋啊 我會幫你看住你的城堡啊,Danny 我會幫你看住這間樹屋啊,Peppa Peppa和Danny很喜歡在泥桶裡跳上跳下 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都一樣的 蘇姨的爸爸是郵差 郵差叔叔,Seprah先生 去了Peppa家裡派信 今天蘇姨跟她爸爸一起 她有自己的信要派 嗯,有珍姨的信 蘇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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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Peppa和George也有 現在只剩下這些 好,那我們去派些信 知道,Daddy 有信 Peppa和George很喜歡收信 我們今天收到兩封信 這封是寄給Daddy的 真的很興奮啊 親愛的朱先生 請繳清你的電話費帳單 什麼是帳單? 聽起來像是很悶的東西 帳單是不特別的東西 媽媽,另一封信是給你的嗎 不是,這一封是寄給Peppa和George的 有信寄給George和我嗎? 請你門來我的生日會 你的朋友蘇姨 原來蘇姨邀請了Peppa和George去她的生日會 好 你要回信讓蘇姨告訴她她 你知道你會不會出席她的生日會嗎? 媽媽,你可以幫我們回信嗎? 當然可以 現在Peppa和George回信給蘇姨 你想跟蘇姨說什麼? 親愛的蘇姨 親愛的蘇姨 之後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不如說我們很高興參加你的生日會 你的朋友Peppa和George上 我們應該用什麼顏色的信封號呢? 用紅色 蘇姨小姐收 最後步驟是貼郵票 這封信已經準備好,可以拿去寄了 這個是油桶 Danny,Sussie,Petro,Rebecca Peppa和Emily都來了 他們全部都是來寄信 Peppa都來了,還拿著她的信 搞定,接著會怎樣的 大家挺好 Peppa你好嗎? 收到我一封請你去我生日會的信嗎? 收到,而且我已經回了信給你了 太好了 厲害,今天油桶有很多信 而這封信就是我的 這封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給我的,我現在開來看看可以嗎? 這封信是寄給你的 但是要等到一些信送到家裡才可以看 這個是油帝的程序 我今天收集了很多信要去派 好快啊,還是快點開工才行 我和George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那你們就快點上車吧 遲些見啦 Peppa和George幫Zabra先生一起去派信 這裡是Sowie的家 這封信是寄給Sowie小姐的 是寄給Sowie小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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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信都是寄給Sowie的 那封信是我的,可不可以由我派嗎? 當然可以啦 Peppa很喜歡派信 媽媽,看看 這些信全都是寄給我的 很厲害 你可以讀給我聽,媽媽 親愛的Sowie 我很高興參加你的生日會 Danny上 Suzi說她想參加你的生日會 還有Rebecca,Pedro,Emily,Candy 她們都會參加你的生日會 而這封信是我的給你的 信寄寫著,我們會參加你的生日會 你的好朋友,Peppa和George上 大家都來參加Sowie的生日會 謝謝… 有很多禮物 Sowie,你之後要寫很多感謝信 如果是這樣,誰會幫我們收派的感謝信呢? 就你啦,Daddy 不過我會幫你的 哈哈… 谷古裝 現在剛剛天亮 朱太太和朱先生還在睡覺 起床呀… 什麼事呀?幹什麼呀? 早上起床呀 但是,現在還很早 你不知道現在幾點嗎?Peppa 不知道,Daddy,我們的鐘壞了 是嗎?讓我們看看能否收到你的 是個舊的谷古鐘 為什麼它叫谷古鐘 裡面有一隻木雀在這裡 它叫谷古 我從未見過谷古 那是因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幫鐘上鍊了 用了一段時間,覺得它有點煩 我們可不可以幫它上鍊? 那好吧 朱先生幫谷古鐘上鍊? 行了 朱先生幫個鐘教正確的時間 現在差不多九點鐘了 爸爸,我們現在可以見谷古了嗎? 你很快就會見到她 她是怎樣的,Daddy 讓我先想想一下 她的頭動的時候是這樣的 還有她拍到翼的時候是這樣的 而她叫的時候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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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隻很吵的鳥,George 姑姑 你看看,她快要出來 她快要出來 George真傻,你見不到姑姑了 姑姑真是非常非常厲害 她是這樣叫的,姑姑 姑姑,但是你又看不到 不要緊的,George 你可以下次再看姑姑 但是你要等,她一個小時就會出來一次 這樣等真的很悶 來吧,George,我們出去玩了 George不想出去玩 她想留在這裡看姑姑 現在差不多十點鐘 George,等姑姑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George,出來一起玩吧 恐龍先生也很想跟你玩,來吧 宵 很好 好激 George,又再錯過了 不要緊啊,George 不如你出去花園玩一下 CookOO應該差不多到時候我們就叫你了 接著,George 差不多11點鐘 Peppa,George, 時間看谷歌了 快點,George, 不是你又看不到谷歌了 George跑得前所未有那麼快 George, 你看不見谷歌? 谷歌, 谷歌, 谷歌 Peppa和George很喜歡扮谷歌 谷歌, 谷歌 現在是夜晚 谷歌, 谷歌 Peppa和George都睏了 谷歌 Peppa和George都睡著了 阿文已經早上了 不是, 你去睡覺吧 谷歌好像說了 他現在只需要睡覺 就像你和George那樣 晚安 晚安 晚安, 我的乖乖乖女 George, 我知道怎樣收你的谷歌了 像爸爸那樣幫他上臉就可以了 朱太太和朱先生很快睡著了 甚麼事 媽媽, 爸爸 我們有些東西要讓你們看 我們收你的谷歌了 喔 Peppa P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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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